大家好我是明明 今天大家来看一台车是家电品牌出的一台车 没错就是这个创为HTI 那其实创为这个品牌呢 我感觉它还是挺牛逼的 在22年的12月它卖出了3000多台新车 其中有1000台是出国海外 2000台是在国内销售 但其实2000多台这个小的已经挺多的 因为有很多合资品牌 一个月都没有这个量 甚至你给它加了两个月三个月也不一定有这个量 却某种程度上创为汽车真的是挺牛逼的一个品牌 那说回这台车创为HTI 这台车有个最大的质量是什么 第一它是这台插混车型 它的一个插混的部分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迪亚迪的DNI 所以它动力部分 它的一个能靠部分呢是有所保证的 第二个是这台车纯电续汉很差 它低配版本就已经有个100多的一个全天续汉 然后高配版本呢 它的一个全天续汉更是去到了205公里 那相比于同价位的一个车型 比如说就拿它跟送帕斯DNI比吧 它电池油量就同样配置下 它电池油量是要高个十几度电的 那按照现在一度电1000块钱成本来算的话 光电池它就要多花一万多的成本 但怎么说呢 因为你十几万的车一万多成本其实很多的 你这里成本多了 你另外那个地方的成本就会减少 而且可能还会比较严重的影响到你的一个体验 所以后面这台车整体表现怎么样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走起 首先我们先看外观方面 其实这台创围HTi的整个外观 个人觉得其实表现有点出乎意料的好 怎么说呢 第一个你看到的一个车漆是一个浅蓝色的车型 这个车型应该是花一点心思去做的 其实看起来的话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第二个你看这些橙色的装饰 然后车标这里下面也是有一条橙色的一个装饰 然后再包括侧面 你看这些细节蓝色还有橙色的一个对比 其实让它在这些细节方面表现的也是挺不错的 然后再加上你看一下这个隔山是吧 从渐变然后到逐渐消退这种过程 设计上真的花了不少心思 而且我们再来到车面 全包的一个车门其实也给到你了 而且它上去的一个地台高度 其实也不算特别高 就正常SUV的一个高度 那包括后门也是全包的 所以你看这台车好像感觉 诶什么各个地方都好像挺不错的 但这台车其实最让我惊喜的地方是哪里呢 这个后备箱 这个后备箱不在于说它里面的容积有多大 而在于哪里 它地台高度真的很低 现在很多SUV尤其是新能源SUV 这个地台真的是做的越来越高 你要去搬东西真的是甜甜的碎 它还是能保留这么一个低的地台 我觉得这台车在整个外观上面 真的是花一点心去说的 那再加上其他一些像这种尾灯的设计啊 像这些装饰条的设计 我觉得这台车外观上面没什么大的问题 这也是我认为 这台车能够卖2000多台的原因 因为它在外观看上去真的是挺吸引人的 那外观吸引人 内饰又每天怎么样呢 不多说了 进去看一下 那来到车里面 其实这台车整个类似给我的观感 还是相当不错的 你比如说这些一个软的一个塑料 然后这里有一个这种贯穿式的出风口的一个设计 这种木的纹理啊 镀银饰条 然后皮的一个座椅 再加上这里看到没有 还有一些类似繁毛皮的一个材料 去进行个拼接 所以这台车类似看起来真的不差 而且配置上面 你看一个大的一个转控屏 然后全眼镜仪表 这些东西它都给到你了 所以配置上你直接看上去的话 这台车是没什么可以挑的一个地方 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前面说的一个地方 你一个地方成本多 另外一个地方成本就肯定会缩减的 你举个例子 虽然这个屏幕尺寸是比较大 但是你看它边框是比较厚的 然后屏幕本身没有采用全贴合的一个计刺 所以你去看这个屏幕的话 你就觉得它的一个清晰度是有所影响的 而且本身UI也是相对简单一点 然后车机速度其实也不算特别快 其实也不算特别快 你去操纵的话 其实有时候还是有些那种要卡顿的感觉 然后你像中间这个大的一个液晶仪表 尺寸是足够大的 但显示信息也是很多的 但它本身的一个亮度不算是特别的高 然后反光也相对严重一点 刚好今天的一个太阳不特别 但是如果太阳大的时候 可能有些地方的一个信息 都会被太阳光给反亮 你是看不到的 然后再有一个给大家听一个声音 来近一点 听到没有 像这些按钮什么呢 其实它都是用了相对 可以说质感没那么好的按钮去做 所以这台车真的在里面整个内设的话 是有比较多的一些被迫的去省成本的一个地方 没办法你电池这么大 你成本上来了 你下地方就得剪 但是这台车就让我觉得有极大改善空间的一个地方是哪呢 就是它驾驶座的一个人机工程学 先一步一步给大家说 首先我先做好 完全正好 看到我的头是完全对着整个头脑中间的 那我现在的身体是偏向哪边呢 我身体基本上是贴着这个中空台这个倒台的 我这边其实还有一个拳头有多的一个空间 所以它这个空间其实完全没有利用起来 然后再有一个什么呢 当我坐正之后 我的一个中线 我鼻子这样的一个中线 其实在这个地方 差不多是在这个标识的这个右边的地方 所以方线盘它其实是偏离的 这个座椅它是靠左一点 所以我的手其实是这样子拿的 我手本来正常是这样子拿 但是它不是它偏向哪一点 然后再过去的话 仪表也是有点偏的 所以这个人机工程学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台车需要去改善一下 包括你贴了这么近的话 我的大腿离这边经常磕到 然后我的脚去踩它的踏板 其实也是会被阻碍到的 这一个驾驶座的人机工程学 我觉得真的不算可以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台车要感兴趣 不要只看外面也不要只看内面 你要真正坐起来坐上这台车 你看一下开起来 是不是适合你的一个情况 那这整个后排的一个情况 其实也是类似 它的一个空间也是很大的 它的一个座椅也是相对宽厚一点的 但是也是人机有点问题 比如说它后门板的那个扶手太靠前了 你这样你的手只是整不上去了 你只能往前靠去靠上去 跟它中央扶手比起来还是有点差距的 但怎么说呢你十几万买台续航这么长的车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些东西也是能原谅的 但是这主要看你买车的时候 你是注冻什么 你是注冻一个续航 还是注冻它的这种类似的这种质感 还是设计什么的一个优劣的一个程度 OK那这台车的一个类似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这台车开起来怎样呢 它的那道混动系统好不好用呢 这是我们接下来聊的东西 OK走起吧 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台创为HTI 它的一个动态表现怎样 那具体的一些发动机啊电机参数 包括电池的容量呢 我就直接在这里给列个参数表给大家去看了 我就不花费时间去说了 我们主要把时间留在它的一个具体体验上面 首先是它纯电体验这方面 个人觉得是可以打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分数 那今天我们拿车到跑出来去试 然后再到拍摄其实已经走了挺多的一个距离 但是现在它的一个电量其实还是挺多的 因为大电池给它带来这种续航的一个优势还是会有的 所以这台车真的是有当纯电车使用的一个资本 如果你平时一个每天的一个通勤距离不是特别的长 然后充电又方便的话 那这台车可能很长时间 你都不需要去加一次油是OK的 那另外呢 电机给它在一个日常使用上的一个体验的提升呢 也是很有帮助 比如说提速很平顺啊 加速响应很快 包括在低速挪车比如说堵车的时候 没有发动机的一个声音 这些地方电机都是能给到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所以再把它搭成纯电充使用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这台车是没太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一个悬挂以及一个转线手感方面 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做一些小的修改 比如说它悬挂中段不算有特别大的一个支撑力道 所以你去做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电道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车身是有摇晃的 但是悬挂初段就最初的那段 它要做的相对会硬一点点 所以你能感觉到你在走一些路面上编络路面的时候呢 会有比较多的震动是通过悬挂就传进过来的 再加上这台车的座椅它不是比较有远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能感觉到你的屁股你的手啊 这里是有比较多的震动 我这个可以改一下 那转线手感方面其实没特别多可以说 其实就没太大的一个转线手感 就是它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能够压你去转弯 我觉得就可以 但是我觉得对这个价位来说这种表现也可以吧 毕竟是吧成本的一个问题 那以上所有这些地方呢 可能个人觉得整体看起来它还算是在水平线以上 或者是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没太大的问题 但是往下说的话我觉得是 接下来可能创为要去改款的时候 要去认证想一下怎样去改呢 第一个是它的一个刹车交感 其实这台车的刹车力道并不算用你直接把它剁死的话 想开什么这些都会出来的 证明它刹车力道是有的 但是它刹车交感真的不算好 这些什么呢你踩下去 你踩到底跟你刚刚踩一点的这种时候 它的回馈力道基本上是一样的 而且它这个刹车踏板的一个力道其实也不限性 初段其实大概是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这个区端 它都是一个很轻松的没有什么刹车力道的一个行程 然后你再往下踩着它刹车力道突然就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刹车的话 虽然力道刹车效果有点保证 但是它的力道就可以把它改的更加人性化一点 更加人机一点 让驾驶员开车更加顺手一点 那另外一个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这台车的一个隔音 虽然我说它的一个电击声音是真的很小 包括它的发动声音起义也不算大 我要把它开到其速比较高 强制换解发动机 其实它的一个声音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的一个风噪 这个位置的风噪 A柱的风噪是相对明显一点 当我开到90、100晚上的时候 这个地方风噪是很明显能听得到的 然后这时候呢 底盘它的一个隔音起义也不算特别好 所以你开高速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这台车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声音传在 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隔音材料的一些优化 去把这台车的隔音给再继续往上提的 因为你现在十几万买车的人 其实现在对这种舒适性的要求也是会更加高的 如果能改善这些地方 然后其实能让这台车的一个整体产品的表现要更加好一点 OK那这台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动态表现大概就是这样了 不知道你对这台车的一个动态表现满不满意呢 好了这台车的一个静态和动态表现大家都已经看完了 对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产品呢 大家现在也应该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简单点来说这台车的优点有三个 第一个插混 第二个纯电续航里程构成 第三个就是在这个纯电续航里程架 它价格其实还是OK的 跟其他车型没太大的一个区别 但实际上这台车它的缺点呢 就还是有的 比如说它的一个内饰质感不错特别好 人机功能之外 还有感性的空间 包括舒适性方面呢 这台车也是需要去继续改进的 那这台车值不值得购买呢 很简单 如果你对我刚刚提到的优点 有非常强的需求 并且能接受它的缺点的话 那这台车还是有购买的价值 但如果你不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其实这个价位还有其他选择 比如说比亚迪桑PASDMI 是吧 OK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那可能未来一个状态 就是中国品牌它可能会慢慢慢慢的 去把这个工具用途 是一个乘用车的一个资产 就占得越来越多 甚至就变成下一个日系 对吧 对 很多人都在想 我那台车能不能加一点空间 能不能加一点轴距 能不能长一点 那么你愿意为此付出多少钱呢 当然路虎了给了你一个答案 这台车呢就是路虎的卫视 这台车呢就是路虎的卫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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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